一間大學的設計,好像什麼都沒有 這是柏林的博物館,很簡單,很簡單,超簡單 但現在是精品,簡單的頭部有一個弊病,就是易抄 所以,還沒說怎樣抄之前,這幾個屬於一個國家級的文物 這個在西班牙時的博覽會,做了這個在未來的房屋 如果用極間主義,就變成怎樣? 剩下幾封牆,就是勉強隔著 這個傢伙,這個很多積樓很喜歡賣,但買的都是泛萬的 正版那隻很貴的,大陸做很多的 通常積樓,會客那裏都有一張什麼東西 黑色的,不是白色的,他最喜歡用的,這個就是他設計的 這間屋更壞,這裏建了一間屋之後 簡約到,直接在裏面沒有間場 只是那個廁所,浴室那裏,他用幾塊的墻圍圍圍 全部都是透出來的,但香港當然不行 但這裏就可以了,因為原本那個業主 他是一個有錢醫生來的,他周圍,整塊地都是他 他不穿衣服,在外面都看不到他,沒什麼所謂 這個就是那個世博那時,這個是战前29年那時 後來世博是臨時的,完了那個世博之後就拆了 但因為他在80年代那時,他已經開始發現 這個人實在太過正,是一個大師 於是他的設計實在很重視 那些西班人到巴西隆蘭那裏的人說 喂,我們在搞這麼多東西,好像在搞奧運 說要做更多建築物,有什麼精品建築物可以做呢 那些人想到,那時,Miss Van der Rohe 建了一個極簡主義的建築設計 在巴西隆蘭那個細博的場地那裏 好像那個地基還在那裏 雖然拆了而已,於是他直接找那些考古 然後再找那些圖,那些圖沒有人 打仗的時候沒有人,然後靠一部分的紀錄 因為那些學院那些是抄的,再找那些紀錄回來 就是知道近日的數據那裏,起了一個翻版的 複製的一模一樣,而那些石那裏 他也要把那些礦牆炒去哪一塊石 即是用那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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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量那些文都可以大約跟回 他做回一個複製品在那裏 現在變成一個國家級的一個古跡 現代古跡 其實它最出名的那裏 就是用那個簡藥主義 應用在那些寫字樓設計那裏 這裏就是它設計的 五八年的時候 它設計的 這個就是全世界應該是最早之一的一個 還有一個最早幾年的 但是那個建築師,叫SOM 曾經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個事務所 但是那個建築師都承認 是用了她的那裏那裏那裏那些概念 因為它是很早在三幾年的時候已經提出 中醫呢,在五八年的時候 就在美國那裏設計了這座大樓 簡約到極簡,基本上是一個大的玻璃合席 你看回周圍的時候 當時那些建築物是這樣的 就是這些,哇,很多石等等 就是這樣的設計 這個呢,當時來說 哇,都是抽象的,不能再抽象 精簡到不能再精簡 而且它還特地 是將那個建築物之前 留一些空間出來的 就是說,有兩個作用 第一,被人欣賞它 空間騰出來那裏 我拍照了 就是說,看看我設計得多漂亮 第二,就是這裏不是一個公共空間 就是起碼那個概念的空間 就是演藝的 就是說,既然你一個大的 你請得起我 你當然有位,我是大師 那你請得起我 你怎樣去顯示到呢 你那個才勢呢 就是說,我不用這個空間 特地留出來呢 哎,我來曬冷了 就說,你可以不用 不用到盡了 哇,這些就是真正有錢人的那種表現 所以說,長江呢 李嘉誠那作東西都不是用 他不是最好 因為他都不懂這些 我特地開大空間 我特地不用 我不用光 這個才是那些 那些 蠔巴的表現 蠔巴 所以看到他住宅那裏 都是同樣的 用玻璃很簡單的盒 做出來的 這個是極簡的 就是每一塊都是一樣的 就可以大量生產 然後生產出來 全部全部都可以 現在這些都變成了 一些很重要的 一些當地地標 但是剛才說過 精簡極簡就是易抄 所以你看到香港 從七十年代 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開始 個個就抄它了 你看到中環那裏 一個個的玻璃盒 就是這個 哇,那個源頭 來自哪裏 就是他 尤其是這一座 全部由他開始 背略名 和長江的美國人設計 其實都是這一類的 變種 稍為複雜了 一點點 但其實 基本上 他的概念上 都是來自這個 所以你看到香港 周圍都有些 裝極簡主義的建築物 很適合地產商 很適合地產商 極簡就是可以便宜一點 快一點 就好 正啦 照抄 不用幾年 一年可以搞定 這裏就是抄另外一個 抄那個 功能技術的高座低座 這裏有時 好像香港 它不是一個 當時來講 是戰後開始 才變成一個重要的城市 之前是一個 不重要的城市 我們香港以為 一直以來 在大英帝國那裏 是一個很重要的城市 不是 之前是一個 入流的城市 戰後因為多錢 賺了那些 大英帝國的殖民地 越縮越少 而且我們靠中國 所以我們才開始驚跪 但是呢 因為當時戰前 不是一個重要的城市 所以他們不會有很多 重要的 出名的建築師 來這裡建築 所以很多都是 一些不出名的建築師 就是說他們的 設計的水準 不是那麼高 很多時候都是東抄抄 西抄抄 抄抄 那些潮流適合 就抄一些 但是又不抄不完 因為他們放棄不到 之前學過一些 但是又學不完 新的潮流 所以通常有些 混雜中狗 或者混血兒 那些建築物 所以這個 中環街市 那些人說是Bachos 但你看看 它的角度 稍為有些圓圓的 稍為有些左右對稱 但又不是完全對稱 所以這些 是一個混雜了 之前的 現代流線形式 和 Bachos建築的 一種混雜式 一種風格的建築物 不可以說是唇 Bachos建築物 但這些是足重的 解釋 你叫它Bachos 都不會錯得了 還有什麼說 而且這個是1939年 1939年的時候 現代主義 摩登遊線形式 開始邁向尾聲 然後打仗 全部都停了 而且那時候 Bachos 這次主義 雖然趕到外國 但是更好 他去了外國 反而在哈佛大學 教 他更加把這些 感染 發揚給那些 學生 他畢業 變成建築師 全部都用完 他的感染 看回剛才之前 看回 香港最巴浩斯 的巴浩斯 建築是什麼呢 就是大會堂 然後 極簡主義 這個也可以算是極簡主義 因為其實它很簡單 有很多孔 在這裏 然後有很多土匙 一千個土匙的建築物 座在這裏 還要看回 我們那個王后像廣場 也是一種極簡主義的設計 因為你看回 它的平面那裏 其實跟這個 Montgen那一幅 極簡主義的藝術品 其實是差不多 構圖上是差不多 這個不是偶然的 這個其實 它的設計 其實是跟回 這一類的理念 來 多謝 這個PowerPoint 我等了一個桌面那裏 電腦桌面那裏 如果你有大手指 歡迎你們抄襲 就是這個 好 非常感謝 Hall in 今天很精彩 有少許時間大家有沒有問題 可以跟Hall in 討論一下 或者問一下 我前一刻我搞一個 我講完前一刻 如果有機會的話 請我 你吩咐我 我到時會做一個 是全二十世紀 由古典主義不同的風格 不同的設計 沒有這麼清楚 我可以再講一講 再講清楚一點 起碼就要講了 要講很長 如果要講的話 通常這些要講現代主義的話 要整個 我們大學的課程 要講整個 最少要講半年 半學年 要十個課程 是 是 這裡 這裡 有沒有其他問題 沒有 那麼 留意我們的網站 或者其他的訊息 繼續支持我們 會到的 會的 會的 我們都會訂購出來 麻煩 如果在離開的時候 帶文章給我們 我們 再多次掌聲給 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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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